大家好,川普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发表了一个入院以后的视频 给大家报平安 这视频我会放到下方,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川普在病房里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说他感觉良好,希望尽快回来 此前一天他被确诊新冠病毒后 作为预防措施,他已经被送到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当地时间3号下午,特朗普在推特发了一个长达4.24分钟新视频 视频里边穿着夹克,还有开脖子衬衫 他说当他周五抵达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时候 他感觉不太舒服 接下来的几天,对他对抗病毒至关重要 他在视频中表示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想我很快会回归 彭博社说这段录制的是于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视频 川普说我刚来到这里时感觉不太好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我们的医疗团队正在努力的使我恢复健康 我必须回归,因为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为大 你看见没有,到现在还不忘打个广告 打这个口号 所以我说现在川普已经掌握了整个美国大选的节奏 川普说我们要打败新冠病毒 或者你想叫他什么都可以 此外川普在视频中表示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在状况也很好 特朗普在美国国旗前的圆桌旁说 我想接下来几天是真正的考验 所以我们将看到接下来几天会发生什么 我现在也非常关心 就在特朗普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前 白宫的一个医生团队表示 特朗普的病情正在好软 那么他已经在谈论重返白宫了 一名医生说 特朗普对他们说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从这里走出去 几分钟后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 对记者们做了不那么乐观的评估 他告诉记者 总统在过去24小时生命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实情非常令人担忧 未来48小时对他照顾将是关键的 我们仍然没有走上全面复苏的明确道路 就是川普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梅多斯最初的言论 是在不具名条件下发表的 几个小时后他改变了语气 他告诉路透社 特朗普的情况非常好 医生对他生命体征非常满意 梅多斯在评论中没有澄清这种差异 特朗普在宣布 一病情17小时后 从白宫飞往华盛顿附近的叫乌尔特里德 政府官员称此举是预防措施 称他会在医院待几天 另外一个了解特朗普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前往医院之前 总统接受了补充氧气 我之前告诉你了 特朗普吸氧了 已经吸氧了 那就又认证了 我之前说的 他已经吸过氧了 而且是睡觉时候都带着氧气 据知情人透露特朗普在呼吸困难 氧气水平下降后决定进入医院治疗的 就是他现在其实感觉不太好的 他只是对外为了稳定大家的民心 对外说他现在体征好了 但是他医生说了实话 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那样 康利医生说 就是白宫 白宫的医生说 我和我的团队都对总统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 他拒绝给出特朗普可能出院的时间表 霍普金斯大学的传染病教授 叫阿梅什阿达贾博士说 如果一个人住院 我们就不再认为他是轻症了 就是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特朗普现在不是轻症 他需要住院 不要把这个特朗普的病情想得太乐观 但他表示 根据特朗普医生迄今公开的信息 很难判断特朗普的健康状况 这就是特朗普的最大的用意 就是你不知道我的病情是好是坏 就是他找这个平衡 我知道你这个玩政治的人也是掌握平衡 你说我是好 对吧 那我就给你个坏消息出来 让你担心 对吧 你要说我是坏 我就给你个好消息出来 这样的话 整个特朗普可以操纵 记住 操纵美国的舆论 这样美国舆论的所有的焦点都围绕在特朗普 你看特朗普好 你也得关注我 我不好了 你更得关注我 所以特朗普现在完全操纵了美国大选 无论坏下车 小学生 我发射 dass